所谓的独子尖挑是什么意思?在清代有什么发展?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继过弩学社青年会会原来小凡宗法治,自从先秦时期发展成型后,并没有随着秦的一统天下而与丰邦建国一起走进历史的尘埃, 而是在广大中国民间得到传承与变革,其生命力与适应力愈发强大,并在中国明清两代最终定型并走向收束期。 清代宗法制度中有一个令我们感到陌生的条目,称作独子尖挑,但这个制度又是清代社会具有影响力的现实做法。 以下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独子尖挑的意义,以及它再有清一代的发展演技。 传统宗法制尖挑,民间也称为一子领二门,是中国传统社会传统宗族特殊的继承方式,尖挑的条件比较特殊,一般是说在家庭中同时存在几个亲兄弟, 但这几位兄弟中尤且只有一位拥有独子时,经过家族商量和取得独子父亲同意后,独子除为自己父亲连续相伙外, 还要同时继承父亲所有弟兄之宗挑,各方及众书外均为为其取妻,所生之子就相应地能够继承各方之次, 所以义子有时候不一定只顶二门,可能会负担多门的延续任务。 家境皇帝兼挑做了一个民间习惯,存在历史,很久至少早宋代就有文献资料记录了,相关做法和事例, 但历代官方对此制度的态度可谓暧昧不明不会明显地予以,支持也不会公开表示反对, 明白政治史上十分昭明且影响深远的大礼仪,实际上也有兼挑的影子, 众所周知嘉境皇帝诸后宗出身于河北安禄州实际上是与皇帝宝座无缘的普通亲王。 但明武宗壮年叙事没有子嗣朝廷,因其兄弟诸后宗前来继承皇帝位围绕着皇统和血缘关系上, 嘉境皇帝与朝臣召开了大规模的论证论证的具体内容, 猛无需容赎但嘉境一方面要承认父亲兴献王的地位, 同时还要作为武宗的兄弟去,入奉宗挑, 有学者认为嘉境皇帝开创了以一人而为两家之后的先例。 历史进入清代,中国的宗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宗族制度也愈加繁复细密,民间的奸挑事迹很多, 但真正得到朝廷重视和认可,则是在干隆年间, 当时户部就军营中并往惹吾子嗣的情况, 请示干隆皇帝能否实行独自奸挑, 素来标榜以仁孝至天下的清帝干隆下照称, 其人士其无厚,当然可以一人呈两户宗嗣, 后来清廷修订律法时,就开始将这样的案例, 批纳入大清律地,认为家族中缺乏继承人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之下, 准其成绩两方宗挑, 自此,最高统治者及朝廷都将独子兼挑纳入法律许可的范畴。 道光皇帝至道光年间, 清廷修订里不择历史,又针对兼挑子取习的问题, 进行了补充立法,使得相关立法更加完善。 清代中期以后,国内战火连绵, 人口减损, 兼挑在全国各地都有了实行的必要与可能。 由于历史惯性, 兼挑婚姻延续时间很长, 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赞英殖民政府还曾专门立法禁止兼挑婚姻再出现。 参考资料, 徐静, 论清代民事习惯中的兼挑规则, 控朝地, 清代独子兼挑制度数论。 郑小悠, 清代独子兼挑研究, 冯尔康, 清代宗族制的特点。 中时间通炎, 暗期하지成为免等待重